大家好 今天六月份美国遭遇一个特别尴尬的事情 就是第九届美洲峰会在洛杉矶举行 那么美国是东道主国家 他邀请了所有的美洲国家参会 却单单排除了古巴 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 这种歧视行为引起了众怒 不单是这三个国家表示的抗议 就连其他的美洲国家也一并表示不满 墨西哥总统宣布抵制 如果说不邀请这三个国家参会的话 那么墨西哥总统自己也不去参加 他会派外长来代替自己参加 那么威迪玛拉 乌拉圭 洪都拉斯 还有萨尔瓦多 也都是派了部长级的人物来参会 而总统并没有去 所以美国这个峰会就闹了个大红脸 那么多国家都不给他面子 那么这次美洲峰会最后只能草草的黯然收场 那为什么美国要明目张胆的歧视这三个国家呢 古巴和委内瑞拉大家已经比较了解了 今天咱们聊一下尼加拉瓜是一个怎么回事 为什么美国就容不下尼加拉瓜呢 这个尼加拉瓜呢位于中单美洲 面积呢也不是太大 也不是太小 有13万平方公里 人口呢有660多万 大部分呢是印欧混血 还有一部分呢是白人 还有黑人 还有一部分呢是印第安土著 尼加拉瓜呢 濒临呢太平洋和加勒比海 海岸线呢长达3万4千公里 风景啊特别的优美 是温暖的热带气候 土地的肥沃资源的丰富 动植物的多样性呢也是非常的丰富 尼加拉瓜呢是著名的旅游圣地 1502年呢 哥伦布发现了这个好地方 1524年呢就沦为了西北亚的殖民地 200年以前 尼加拉瓜呢摆脱了西北亚的统治 宣布独立了 但是呢这个国家呢 仍然是经济落后的一个农业国 失业率呢很高 人民的生活呢也比较的贫困 直到今天呢 他们人均的GDP啊 才1900多美元 1978年呢 尼加拉瓜呢爆发了内战 1979年 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 在苏联和古巴的大力支持下呢 推翻了腐朽的 亲美的尼加拉瓜原来的政府 夺取了政权 成立了军政府 那么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 奥尔特加呢 就成为实际的国家领导了 1984年 奥尔特加呢赢得了大选 正式就任尼加拉瓜的总统 但是呢美国啊 却拒绝承认这个总统呢是合法的 1990年 尼加拉瓜的内战呢 全部都结束了 但是没想到呢 新一届的总统大选呀 奥尔特加居然落选了 那么选民呢 把一位亲美的一个女性 推上了总统的宝座 那么她不属于呀 任何的党派 这个就是查莫罗夫人 1996年和2001年 两届的总统大选呢 奥尔特加呢 全部竞选都失败了 但是呢 她毫不济美 2006年 在美尼瑞拉总统查维斯 大力的支持下呢 奥尔特加再次当选了总统 因为啊奥尔特加呢 深受百姓爱戴 于是呢 在2014年就修改了宪法 废除了尼加拉瓜总统 换届的制度 那么直到今年的1月份 奥尔特加呢 第5次又当选了 尼加拉瓜的总统 不出意外的话呢 奥尔特加呢 会一直担任这个 尼加拉瓜的总统 直到永远 俗话说呢 举贤不必亲啊 光自己呢 为国家服务呢 还不够啊 那么自己的家人呢 也要为国家呢 奉献 比如呢 奥尔特加的太太 就当选了 尼加拉瓜的副总统 不过呢 美国面对人家的 民主选举的结果呀 仍然不肯承认 拜登呢 在白宫啊 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呢 尼加拉瓜总统 和他的妻子 也就是副总统 所策划的 这是一场闹剧啊 这是一场呢 既不自由 也不公平 当然也不民主的选举 那么受到内战的摧残 再加上美国长期的歧视和打压呢 人家拉瓜的经济发展呢 一直呢 就很一般啊 吃不饱饭的现象呢 就大量的存在 国家呢 也没有钱 不太富裕 于是呢 有个别的群众啊 就不太满意 目前的生存状态啊 就喜欢呢 没事就出来散步 2018年4月 人家拉瓜呢 因为财政啊 过于紧张 外国的援助呢 也不足够 所以呢 总统啊 阿尔特加呢 就决定加税 包括提高工资税 还有个人所得税 还有企业所得税啊 都要加高啊 最高呢 额外加了22.5% 那么这个呢 还不够啊 除了开源呢 还有节流 于是呢 就减少退休人员的 养老金的发放 和降低啊 残疾人的低保 普遍呢 下降5%左右 于是呢 在全国各地 都爆发了 大规模的游行活动 那老百姓就觉得 本来呢 就穷得吃不饱饭 还加税 是吧 俗话说了 磕正猛于虎 那么面对大规模的骚乱 阿尔特加呢 为了顺应民意啊 就宣布 加税这个事情呢 暂缓 先不干了 但是呢 个别的群众啊 还是不买账 仍然呢 有上百万人出来 要求阿尔特加 和他的太太 就是这个副总统啊 一起辞职下台 那么阿尔特加呢 肯定不愿意了 任何人都不能剥夺 我们一家子 为国家服务的权利 于是呢 就宣布 这种游行活动呢 是非法的 那么更大规模的冲突 就开始了 造成的结果 就是几百人死亡 那么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 针对这个事情呢 就表态 说了 保护公民的安全 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责任 这一根本原则 不能被忘记 尤其是死亡人数 如此令人震惊的情况下 古特雷斯呢 还表示 与政府相关的机构使用武力 导致示威者死亡的人数 令人震惊 这是不可接受的 那么尼尖拉瓜政府认为呢 这么大规模的反政府行为呢 背后呢 肯定有海外反迷势力 在伸风点火 递刀子 首先美国就逃脱不了干系 奥尔特加指出 在游行的人军中 混进了犯罪分子和黑帮 警方的行动是合法的 是针对一小撮捣乱分子的合法防卫行动 你家拉瓜的骚乱呢 从2018年呢 一直持续到2021年 有超过10万名你家拉瓜人呢 在哥斯大利加避难 鉴于美国一直干涉你家拉瓜的内政 所以呢 自2021年11月19号开始 你家拉瓜呢 就宣布退出美洲国家组织 你家拉瓜呢 不是第一个退群的 早在2019年 委内瑞拉呢 就先退出了这个组织 并且呢 这一次 你家拉瓜退群呢 还得到了委内瑞拉的高度称赞 他们呢 都认为 这个美洲国家组织 已经被美国完全给控制了 成为一个邪恶的政治工具 美国呢 肯定啊 不甘心失败 借口呢 死亡那么多人 宣布啊 对尼加拉瓜总统夫妇 以及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啊 都进行了制裁 不过呢 人家呢 都懒得回应 说个题外话 虽然呢 尼加拉瓜跟美国的关系不好 但是跟俄罗斯的关系 还是不错的 2020年 从这个乌克兰独立出来 已经被并入俄罗斯 但是呢 却得不到 所有西方国家承认的克里米亚 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天 克里米亚第一个外国领事馆开幕了 没错 就是尼加拉瓜的领事馆 他们用实际行动来表达 对俄罗斯的支持 好了 今天这个小节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儿 别忘了查案 点赞 关注和转发 谢谢